来到第26节课 那我们选择的主题是黄土高原 那黄土高原呢也是北方区 那主要在这一块区黄土高原 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太显赫了啊 那这个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朝代 这个秦朝 这个唐朝 你能这个了解到的 你会发现在这一块孕育了很多 甚至再早一点还有周朝 也跟黄土高原有关系 那这孕育了中国古代灿烂的 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等等 那这一块呢 因为历史的原因 其实直到今天呢 它在农业上的地位也仍然显要 所以说基于历史和今天的作用 我们来讲一讲黄土高原 那黄土高原的界限 东边直到这个太昂山脉这里 好 然后呢 这一边基本上是 这个内蒙古高原 大致以长城为界 这里是长城的边界线 非常明显 好 那南底秦岭 西边大概在乌烧岭这个位置 了解一下它的范围就行了 秦岭 太昂山 长城 乌烧岭 好 那我们看看黄土高原的地貌的景观 有三种类型 好 黄土圆 土加一个平原的圆 其实就是黄土堆顶上的一片平原 小平原而已 小平地 那黄土梁就是一道一道的梁 对吧 梁子 感觉 那黄土 毛 毛就是相当于那个毛钉啊 毛钉就是头上有个帽子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几个字就跟它本身的含义非常相关 这就从字意的逻辑去记忆就好了 那再看看水土流失的原因 水土流失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地貌 非常的明显 水土流失被水土被水侵蚀 然后呢 这个地方它下雨 这个夏季的时候暴雨还不少 然后其他这些雨水比较小 那它丢失的原因主要就是几个 然后黄土结构本身就是疏松多孔系 那这种疏松多孔系 疏松了就很容易被侵蚀掉嘛 对不对 然后孔系多了又很容易碎掉嘛 那地形地表破碎河谷 沟谷斜坡 斜坡比较多 那斜坡比较多 那土又容易碎 是不是很容易流走了 然后气候的原因 降水集中在七月八月 然后多暴雨 那本来这个土字疏松又暴雨去攻击它 这个冲刷它 是不是更容易碎掉了 然后这个植被地表裸露 你图字疏松也就罢了 你表面还没有防备裸奔对吧 你是不是很容易被袭击 地表裸露 去找植被保护 那这个这四个原因 我们还记得前面讲热带雨林 巴西热带雨林的时候 那热带雨林能带给我们什么 那个时候的记忆方法 就是从下面到上面用空间逻辑来记忆 同样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 我们仍然可以用空间逻辑的角度来记忆 首先从下开始来看 最下面有黄土 黄土本身它结构疏松 多孔隙 好 黄土 黄土堆起来堆高一点点了以后 就形成了地形对吧 那地形破碎和斜坡比较多 就记得斜坡比较多就好了 钩啊 骨啊 比较多 斜坡比较多 好 那再上面一点点 就到了这个 这个黄土上面一点 表面上一点 对吧 植被 地表裸露 缺少植被保护 那地表再上面一点 就到了空中 对吧 空中是啥呢 降雨 好 雨来了 所以这就是从底下到上面 最底下黄土结构本身 然后在黄土堆积多了一点 形成了地形 地形就是多勾多扑 然后这样子就很容易流走 然后呢 再上面一点就到了地表 这个这个 表面上植被的问题 然后植被再高一点 就到了空中降雨的问题 OK 那非常符合逻辑 再接下来我们看看随途的保持 你一旦把这个原因找到了 那解决的办法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黄土结构输松 这是没有办法 这是黄土天然的属性 没有办法改变 或者很难改变 你不能让这个黄土的结构 发生巨大的改变 那个工程量是很吓人的 好 那地形 地面破碎 斜坡比较多 这个是人工可以改变的 我把坡 这个建这个挡土坝 对不对 把它变平缓一点 建这个挡土的坝 然后它挡住它 不容易那么流下去 那气候原因 降水都集中七八月都暴雨 那这也是没法改变的 你不能说暴雨不要在七月八月来 或者说你让这个暴雨别在七八月 或者分山到七大月来 那这也不太可能 对吧 那接下来就直被地表裸露缺少 直被保护 那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地表裸露 为什么裸露 人工的破坏 放牧 这个退更还领 没有落实好等等 这些造成的 然后另外呢 天然的原因造成 那我多种田树不就完了吗 如果是人为造成的 减少人为那么干 好 如果没有人为的因素 那我人工给它补上 对吧 多种一点东西 无非就这几个原因 那大家可以看 地表 直出种草 对吧 这个给它增加防护 工程措施 建梯田 修挡头霸 解决破 那个 斜坡多的问题吧 合理安排生产活动 破坏地方 退更还领 过度发木等等 这些问题是不是人为产生的 人为产生的就减少杜绝 然后甚至这个 转变一种方式 OK 那这就是黄土高原的 相关的知识点的内容 那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 再见